对了 爸 我们最近同事们 都在讨论每个人的诈点 但后来发现 我好像没什么诈点 我们家出了名 脾气好吗 你是 这手机怎么变慢了 该换了 好啊 换部新手机吧 爸 我们公司员工 买手机有折扣 我帮你搞一台 你开什么玩笑啊 我可是飞马集团的老总 怎么可以用发高的手机呢 儿子 你要真的想孝敬老爸的话 给我买一个 高尔夫球具吧 可以啊 你把想要的型号发给我 然后我去网上搜一下 最低的价格 说不定还有团购 对了 爸 我刚才就想跟你说 咱们以后不要来这个停车场 旁边那家停车场更便宜 儿子 差不多得了 你怎么说也是 飞马集团的太子 就那么区区一点点的 停车费 你还斤斤计较呢 我告诉你 老爸买东西 从来是不看价格的人 好吧 你好 先生 停车费一共二十八元 什么 我们停了两个小时 怎么是二十八元呢 一个小时是十二元 两个小时是二十四元 你一共停了两个小时 待两分钟 所以一共是二十八元 那 那两分钟怎么来的 我手机明明显示 只过了两个小时 这 都是因为你 刚才说要到停车场 你还要上洗手间 还有你啊 你就不能超过进路嘛 怎么会超时呢 时间就是金钱 你没有一点时间观念真实 不 刚才那两分钟 可以抹掉吗 不好意思 先生 我爸的诈点 在这儿